各位同志們大家好,我是領舟頭部分析師高志銘 在這邊為您做本週的一個投資分析 我們可以看到在近期整個美股持續創高的一個機率之下 也帶動整個外資在整個不管是在現貨甚至期貨的籌碼 都有開始有蠻多的跡象,也成為推升台股的一個重要動能 所以預期在近期外資籌碼持續偏多之下 台股應該還會有一個向上走高的機會 另外我們觀察在美股近期創高的有納斯達克以及費半指數 因為納斯達克是以電子股為主,費半是以半導體為主 所以在兩個重要指數創高的一個帶動之下 也有助吸引市場的資金開始琢磨這個相關的一個電子族群 像我們可以看到今天這個半導體設備指標股 另外觀察盤面我們可以發現近期依舊還在反應 一月營收創高的一個個股 主要因為一月營收如果呈現年增幅度較大的一個個股 它是有機會在這個第一季的一個獲利出現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成長 尤其它去年是出現虧損 近年在一月營收就已經創高的一個帶動之下是有機會率先由虧轉營 近期股價也有持續走高 接下來會有表格提供給各位投資人做參考 剛剛提到近期整個外資不管是現貨它今天是再度買超了57億 近5日已經回補了大概接近200億的一個水準 另外它在現貨的部分也是一開始有多單流償 先前它空單最多是有16000多口 隨著這個指數持續反彈的一個過程當中 它不僅已經把它整個空單回補掉了 現在還是以多單流償 所以在外資期現貨持續都雙向做多的情況之下 對指數當然是會有一個推升的效果 另外觀察這個是貨權指數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貨權指數它的日KD 依然是呈現一個低檔黃金交叉向上 而且開口是持續放大 對於這個不管說技術面或者甚至是籌碼面來講的話 對這個貨權指數來講是一個偏向有利的條件 預期近日這個指數就有機會來回補1月17號封關日的跳風缺口 但是要留意因為回補之後已經來到8600點的一個反壓區 有可能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獲利了結賣壓 所以投資人在這邊操作可能要小心一點 或許可能回補之後可能會出現一個震盪 甚至有可能會再拉回的一個情況 所以接下來可能投資人在逢高 要先做一個獲利了結的動作 那在貴買指數的部分 這個得勢表現相對的強制 他不僅已經在創高了 而且近期還是持續有持續在腳上新高的一個機會 他主要我們看到最近因為在不僅內支的一個資金會來 甚至在這個內支主地中食物之間有持續在回容 也經歷近期這個中小辛苦持續走高 所以預期只要這個大盤沒有大幅度拉回之下 這個貴買指數應該都還有持續震盪走高的機會 但是要留意如果他接下來KED有開始反轉向下的話 這個投資人的持股可能也要先做一個調節 那剛剛有提到在近期這個盤面有在反應營收創高 這邊有會幫投資人整理說 1月營收創高且它的一個技術型態是呈現相對強勢的一個個股 其中我們可以看到像提威西、蒼泰、維森、威達電、金打 今天股價是再創新高 今天已經是2月18號了 那其實1月營收公布最後日期2月10號已經有段時間 但是依舊股價還在反應1月營收 顯現目前市場至今有持續在琢磨這些個股 那我們可以留意像蒼泰它不管是月增率或者是年增率 都是有達到雙位數的成長而且幅度相對較大 而且金打它也是有雙位數的成長 那尤其這個蒼泰昨天在盤後已經公布它1月營收已經出現獲利了 所以今天股價再衝上漲停 預期接下來股價應該還有持續走高的機會 另外微強烈的部分則是年增率比較大 那它在搭上它最近有一個 透過子公司有一個在物聯網的一個相關布局 那搭上明日要即將召開的一個智慧城市的一個展覽 應該在益多基地之下股價還有走高的空間 那接下來在電子題材方面我們可以留意 就是在2月底的NWC世界通訊大會 以及3月初的漢諾威電腦展 並且在電子展的一個題材發酵之下 相關供應鏈應該最近股價應該還有持續走高的機會 像是無線充電、穿戴式裝置 甚至是說這個剛剛提到的智慧城市 應該都還有走高的空間 可以持續留意 那就追蹤法人籌碼的護衛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就法人近期也是有持續在琢磨營收創高的個股 像2233的羽龍、3541的希伯 甚至3529的立望 它也是一月營收創高股 所以顯見法人其實也只有在琢磨營收創高的個股 另外在偽權店、果桶、茂蓮、仲奇以及美食 則是進行這個題材比較豐富的個股 所以如果它有一個基本面利多 再加上籌碼偏多的雙重條件之下 股價應該都還有持續走強的機會 其中可以留意1795的美食 它今天已經是第二根漲停 而且是連續跳高 主要是因為在昨天它召開臨時股東會已經確定 已經順利通過這個美商藥廠的一個併購案 所以在這個利多基地之下 它股價是持續在走高 尤其在併購之後 它有機會成為亞洲的第五大藥廠 而且它是算是美商借殼股在台灣掛 未來是美商借殼股在台灣掛牌的唯一檔個股 是有機會成為一個在生技股的指標頭 真的是可以持續留意 近期我認為 可能比較可以走長線多頭格局的族群 應該是在無線充電的這個部分 不管是說接下來的MWC 甚至是悍昏威電腦展 應該相關的裝置都會有搭載無線充電的功能 尤其最近有一些利多的一個加持之下 應該對於股價有一個基地的效果 像是在這個無線充電的一個技術標準 過去是有三大的一個陣營 近期是傳出其中兩大陣營要做一個合作 未來他們的一個相關裝置的技術是有一個兼容的一個情況 所以在整個技術開始趨向統一來講的話 對於未來這個產品進入商品化的一個時程就會加快了 所以對相關個股應該是會有一個正面技術效果 另外我們也觀察 鴻海在近期的琥珀會當中 也有大鏽無線充電的產品 鴻海近期除了說布局機器人布局Tesla之外 他近期又有秀出無線充電產品 表示他看好無線充電未來的一個發展 他才會積極布局這一塊 所以我想在郭台銀的一個背書之下 對這個族群可能會有一個加分的效果 另外這個風電汽車有推出說充電90分鐘就可以充飽的一個技術 所以這個無線充電技術是也有在做一個提升 那無線充電相關族群我們可以持續留意 先前提到的在蘋果陣營的宣德 甚至在飛秉陣營的聯艙 這是整個族群的指標股 投資人可以持續做一個留意 另外一樣跟行動裝置充電有關的就是在行動電源的部分 最近這個小米有推出行動 它的一個小米行動電源 價格是一個破壞性的價格 比起同級性產品是便宜一半以上 沒看到在同樣規格來講的話 目前的市場價格是在800到1600 它只有345元 這破壞性的價格可能會有一個很好的一個銷售量 所以相關供應鏈應該會有一個加營收爆發的機會 尤其在年後它有要擴大生產 所以可能這個相關供應鏈的營收 應該在2月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跳升 另外它在2月14號再推出迷你版的強勢 價格是49人民幣 大概在台幣250塊 大概只有明片大小 這比它更方便攜帶 所以我相信在不管是它原本一般版 以及迷你版的一個強勢之下 這個對於工業的營收動能就會有一個很好的抑注效果 那行動電源的下一步可能會是在無限充電的行動電源 這個投資人是可以持續留意 尤其目前單價還在2000多塊 對於毛利來講是有一個正面的加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過去 音業達是組裝小米機的主要組裝廠 我們可以看到它在接到小米的一個手機訂單之後 有機翼它股價走了一大波的一個多頭 這一波的漲股有高達兩倍之多 那雖然現在進入一個震盪整理 但是仍是維持高檔震盪 預期在新的小米不管是小米3或者小米4 開始上市之後可能對它股價會有一個加分效果 那我認為這個小米行動電源的組裝廠 是有機會複製音業達的走勢 雖然它現在已經走了一波 但是我們觀察 其實它現在這個階段很像是在 營業達這一段 走高之後進入一個震盪整理 那在出量之後上工 那它最近其實有在出量上工 預期有機會跟上它的腳步 那至於這檔股票是哪一檔 如果有興趣的投資人是可以打電話來做一個詢問 那預祝投資人在本周的超多順利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這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富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